冰蚊波 我覺得冰蚊波 就是令黃玉晴這三個字 活得更加有價值 我從出生開始 患有先天性遺傳病 叫做先天性結體組織 異常 會令患者肌肉無力 以及結體組織 比較脆弱的病 現在有得做運動 我小時候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因為連很基本的從小朋友 到公園玩這些 對於那時候的我來說 簡直是天方夜譚 我第一次接觸冰蚊波 是小鹿的時候 那時候在特殊學校讀書 那時候就本著一個 希望可以強身健體的 情況下去嘗試 我很記得第一次 打冰蚊波的時候 我感覺是很神奇的 一直練的時候 由零開始 去到慢慢可以跟對手 對到板的時候 其實真的沒有想過 原來自己真的在做一個運動 其實都是很難得 也很神奇的 之後被教練看到 就來了體院 一直一直每一天 訓練久而久之 都想測試一下自己 究竟可以去到多遠 之後就開始了 狂女的正式訓練 我覺得做了運動員之後 首先 令到我的人生 確立了一個很清晰的目標 原來都有一件事 是可以 給我自己去 努力一步步去達成 人生態度上面 都有些不同 做了運動員之後 比賽會有輸贏 但是之後發現 其實輸 其實才讓你知道 你自己有什麼不足 你要有缺點 才可以讓自己 反省到自己有什麼不足 才可以不斷進步 從小時候 一個做不到運動的小朋友 去到現在 代表香港出去比賽 其實小時候 是想都沒有想過 每次上到頒獎台 穿著香港的衣服 都會覺得 能夠代表自己 家裡去參加比賽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作為乒乓球運動員 我未來的目標是 下一屆的殘疾人奧運會 希望可以在下一屆 獲得入場券 雖然我未必100%有信心 可以做得到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 起碼我現在每一天都是努力 知道自己盡了力 起碼到時候我不會後悔 除了運動員之外 我都是一個學生的身份 我現在就在香港大學 讀著文學院 我剛剛就是拿了 賽馬會的 進步人生獎學金 這獎給我 其實都是對我 努力的肯定 這個獎學金 首先對我 學費上 都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去減輕我的負擔 另外 這個獎學金 就有預備了一連串的活動 給我們的學生去參加 前幾個月有參加過一個 牛雀的 勞力訓練的程式 他可以和不同的大專生一起交流 以及學會怎樣去做一個 主持人 去之後服務這個社會 我記得一個講座是 教我們成為主持人之前 自己才有勇氣去說話 這個很啟發到我 對於我 冰冰波上面其實都有幫助 怎樣去令自己 自己建立我自己的自信 掌口金裡面 還有一個會去交流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難得的 從小到大 就算是特殊學校也好 之後去了主流學校也好 我成長路上 都受很多老師的幫助 成為一個運動員上面 他們都是一個不可話缺的角色 所以我就更加希望 大一個都可以成為 好像他們這樣的人 特別是教一些特殊 學校的小朋友 和我一樣有身體有缺陷的小朋友 希望可以利用我的故事 我的經歷 去跟他們說 其實好像我小時候 就算小時候身體有缺陷 很迷惘 都不需要害怕 因為我覺得 爭在你是否願意去嘗試 去突破自己 去找你自己喜歡做的事